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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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逢 一口池池归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辉 那像这种创意的 学股诗的方法 分享到网络上之后 就得到了 万千宝妈的催更 没错 一下子就火了 看来你是从这个兴趣入手 对 让孩子们欲教于乐 对 欲教于学 通过我们的这种 关键手势和关键语意 像刚才提到的 慈母手中线 它其实就是把一个 穿针引线的动作 给结合起来了 还有我们常常说 手指粘心 手指粘脑 它也有一种 就是帮助小朋友们 开发智力 也是符合儿童 发展的心理学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让我们的这种经典的 古诗词在我们的指尖 鼓动起来 整体的手势有多少 很复杂吗 还是说每针对一篇 不同的古诗词 我们都会创编 不同的手势和动作 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的经典古诗词有 亭台楼阁 风花雪月 这些属于古诗词中的 经典的意象 所以我们的手势中 也有这种关键的手势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了 这样的一个手势呢 它在我们的国学 古诗手势物中 可以代表房子 也可以代表亭子 也可以代表阁楼 比如说我们的灯灌雀楼 就是等等就可以一起来 白日依山静 这个为什么要白日依山静 对我们就像太阳一样 缓缓地落下 黄河入海流 欲穷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这个有点意思 所以它是有一个规律 和一个创作的 一个手法相冲的 更上一层楼 但是你会发现 我们在编创的过程中 如果只是一种枯燥的手势 可能不具有美感 所以我会去学习 一些戏曲的一些手势 来丰富我们的创作 比如说古典舞中的剑指 非常帅气 古典舞中的剑指 兰花掌 然后等等 包括相应的一些眼神 古典舞中的眼神 然后十二点钟方向 一点钟方向 然后三点钟方向 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一个 身段 身韵 眼神 手势 综合起来 就是把我们这种满满的国风 渗透在这样的一个 小小的国学古诗手势舞当中 其实小一姐就是 恢复了古诗词本来的样子 其实在过去我们看的 唐诗诵词 它本来就是可以唱的 它就在当年的流行歌曲的歌词 所以说它回归了 它歌词本来生动的面貌 把古诗诗词从枯燥的死鸡妹 变成了每个人都能乐于学的一种 这个说到点子上 古诗词很多时候咱们都是要么动笔 要么动嘴 但就是不动手 其实对孩子来讲最本质的 就是说它的很多的方法 其实古诗词它是那种意境 对一个孩子来讲很难去理解它 而是它把这样的意境 通过音乐 通过它的分解动作 让孩子能够沉浸时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 非常棒 好 那我们就干脆和我们的企业家 来互动一下手势舞的教学吧 那你可以 你选择一首古诗词 关于词就银新的吧 比较喜庆的一首 王安石的元日应该不错 好 咱们让小团子鼠教 然后妈妈辅助你教 好不好 你来当小老师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们给我们的小团子 老师一点掌声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抱竹声中 一岁鼓 春风 送暖 入图苏 饮一杯图苏酒 千门万户 唐唐日 总 总 总 把 心 桃 万 六 五 左右 我再邀请一位男企业家 杨东生 也到台上来 小老师 你好 还是刚才咱们元日的这首古诗词 你呢 再教一遍 抱竹声中 抱竹声中 一岁除 春风凤暖 入图苏 千年万物 彤彤日 总 总 总 心 换 换 六 鼓 这我觉得杨东生最后一个动作学了不对啊 他人家是这样的啊 你这是两只手这样的啊 你这手明显是武侠电影里的这个动作啊 你给他们背诵古诗然后让他们做好吗 三 二 一 开始 抱竹声中 一岁除 春风凤暖 入图苏 千年万物 彤彤日 总把 心 换 就不 好 初老师啊 还有黑老师做的比较不错 哈哈 那中间这位杨老师呢 哎呀杨老师少少少少的总跟两边的节拍不太一致啊 杨老师总是做下一拍的动作是吧 来小团子你告诉叔叔 你觉得这三位叔叔阿姨谁学的最好啊 三 二 啊 啊 我们把掌声送给黑锦啊 黑锦得到了我们小团子老师的认可 谢谢你教得真好 谢谢 我想问问世超 你觉得 在你的认知当中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国学的知识包括我们古诗词的这种文化 传递给那些小孩子们 你怎么看待这种方式方法 我觉得是对古诗词包括国学教育很好的一种辅助方式 没错了 接受起来会容易很多 对 而且动脑动手 对 动心 心也会跟随着动作而动 谢谢三位 也谢谢我们小团子老师的教学 谢谢 小团子 咱们的手势武教学还有猜成语是吗 有 那能不能你出几个成语 你做手势然后让他们来猜啊 从很简单到很难 很难就不要了 我怕他们猜不出来 他们都没你聪明 我们先出一个最简单的 七上八下 七上八下 嗯 哇 这 这就猜出来了 他们猜的对吗 猜出来了 正确吗 七上八下 哇 出一个再难一点的 猜到了吗 掩耳盗铃 手舞足蹈 对 哈哈 再来一遍 要不再给大家一次机会 文集齐舞 对 哇 太棒了 嘿嘿好棒啊 出一个难一点的 再让他们难住 啊 开圈有益 对 哇 哦 我们的实验家伦好棒啊 接着出 就不信难不住他们 你再做一遍我看看 我猜我也跟你猜一下 三水而立 对 对 再做一下 三 翻山月岭 三人行必有我是 对 一个历史典故 再猜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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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小姨小姨老 小姨姐再做一遍啊 三步茅庐 三步茅庐 哦 三步茅庐 其实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讲过 这个是房子 是亭台楼盒 那么就是三 就走嘛 刘备去诸葛亮那里 是一定要就是多次的拜访 所以我们就可以经过 这是茅庐 对 这是房子 小团子还有没有提了 接着考 或计划 之后 bursts开 방법 那里 监贽 两步茅庐 就像 那 一步茅庐 准创 大家都 什么 好 很 人 一步茅庐 天足 哎呀 我觉得要是这个 能跟孩子们互动一下 哎真的挺有意思的啊 全家人一起 像是我们的逢年过节 卓汉服 洗礼仪 玩国学古事首饰舞的游戏 大家都可以成为 这样一个编创者 像小团子这样 到了六岁多 他有时候自己都会 编一些首饰舞了 一千个人眼里 有一千个哈姆内特 所以大家都可以 对同一首诗 有不一样的理解 有不一样的创作 有不一样的记录 您现在是高校的老师 您的首饰舞 年轻的朋友们 是不是也在您的带动下 也渐渐地开始接受 并且通过他们短视频的方式 传播给更多的年轻人 是的 像刚刚过去的国庆节 我们通过师生共创 表白祖国的方式 一起通过一些 正能量的首饰物 表达当代青年人的 一种担当 其实作为一名母亲 包括作为一名 大学的青年教师 我常常在想 我们应该培养 怎样的孩子 培养怎样的人才 我想应该是 立少年之志 成君子大器 拥有创造力 竞争力 审美力的 这样的有为青年 这样的话 可以拥有幸福的生活 也可以一起去建设 我们的美丽中国 说得太好 对 能不能现场 再给我们带了一个 首饰舞的表演 没问题 也再次感谢您 来到《非女莫属》 让我们在最好的时代 用最中国的方式 展现我们最美的 美丽中国 掌声欢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心里 说不完的 看开 看开 关水仙山 传递民族的情怀 美丽中国 没在山水之外 有千倍 也有我们最祖国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美丽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样 今天我们非你莫属的这个舞台步景 有了很大的变化 感觉是字的偏旁步手什么的吧 偏旁步手哈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今天要请出的这位嘉宾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步景来欢迎他呢 我觉得他是一个组字高手 是一个道具高手 我觉得他是个成语高手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把文化串联起来的构架者 开始慢慢接近了 偏旁步手 是我们写汉字地不可少的东西 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 这些偏旁步手组成的汉字 在不同的角度上看 有可能就变成一种 非常美的视觉感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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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想起热烈的掌声 有请牛楠老师 您好牛老师 读生人好 您好您好 三位老师好 来 嗯 我们想起热烈的掌声 首先请您给大家来先揭个谜底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创作 他到底叫什么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2018年开始 但是呢 这个汉字的话 我从去年年底 才开始接触 21年底 21年底 比如说 离我最近的这个 现在从我这个角度看上去 它是中午的五 你们从你们的 那个角度看上去 这边是马 这边转过来 就是一个中午的五 是吧 跟十二生肖 意思一样 这个字是爱 对吗 爱恨就在一念之间 无 有 人就是说 从无到有 再从有到无 我们这个人生 牛老师真是一个文化人 天 金 真好看 比如我们现在这个河西区 您还知道我们坐落于河西区 对因为我对这个 中国这个地名比较 感兴趣 感兴趣 其实我在想 如果他 其实我在想说 如果他这种的设计 然后放在整个城市的 做一个很大型的建筑 然后大家每一面都可以看到这 我觉得都很特别 很有趣 还有什么其他的地名吗 济州区 济州就是 济字很难写呀 笔画很多 哦 哇 这个地名 复杂 这个地名 好看 哎呀 谢谢谢谢 太用心了 设计方面的话 它就是属于用两个汉字 进行一个交集 平面的汉字 然后把它拉伸成一个 可以称呼它为两面字吗 对可以 不是还有那个三个字的吗 三个字的话就 西 西 西安 安 古称 长安 哎呀我觉得这个适合教学用 让孩子们更好的记住汉字 爱上中国的历史 这是黑是吧 黑龙 龙 哦 黑龙 江 哇 江 太牛了 太牛了 这个就叫 跟那个二面字相比 它这个就算是三面字 对三面字 但是需要您去摆它的这个 位置 它无法自动旋转 哦 四面字的话 它就说这个文字左右对称的话 它就可以四面一模一样 但是这样的字就非常少 只选择一位鼎嘛 然后楚庄王 见周天子 然后 呃 问鼎之轻重 周天子说 在德不在鼎 所以说 鼎之轻重 莫敢问也 也是一言九鼎 这个成语的来历 对吧 对 在周朝的时候呢 是靠这个诸侯的鼎石鼎数 来衡量一个人的地位 对吧 天子享用九鼎之石 对吧 这是把中国的文字的象形功能 又还原回去了 像重庆这种 行千里至广大 它是组合起来的 千里 千里广大 它就需要一些创意在里面 广大 这个在全国所有的其他城市里面 像重庆这种 就很难遇到 重庆 您给我们组合一下 好的 太棒了 太棒了 太精彩了 太棒了 而且我给大家展示一个细节哈 咱们中国还有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也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 就是我们的太极 你看 哇 哇 它下面的这个太极两元的造型 这都是细节 这个也是重庆的一个火锅元素 啊 鸳鸯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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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这个我觉得太棒了 您应该还有更精妙的设计吧 像我们这个中国古代这种笋卯 它结合汉字 立体汉字的话 它就 可以这个吗 对的 像这种中华 这边是中 这边是华 然后它是可以拆开 这是一个中国古剑复合斗拱的形式 就这样 这还真的挺适合小朋友学习字的 我觉得 然后还可以拆当玩具组合起来 接下来呢 我们就有请陈薇和刘雅正到台上来 牛老师刚才把这个中华的华 啊 损卯结构的这个创意字给拆开了 有请你们二位再给它装回去 哎呀老师 哎 你们二位啊 不妨先欣赏一下这些 观察一下对 3D打印汉字 其实看到很惊喜 亚正会比较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对 我们每年会有大量的文创艺术的这种设计产品需求 然后牛老师这种 其实它代表了一个新时代的就logo 传统的logo 平面设计的logo 它是平面化的 嗯 然后牛老师把它赋予了3D的这种形体感 同时呢 它又变成了一个装置艺术的这种雕塑 赋予这更多的文化内容 其实它具备了一个很好的产品开发的一个方向 来吧 二位 完成作业吧 这个孔和这个 这儿有个孔 是间距 通过间距来判断它到底哪个 反过来 反过来 上面所以可以下接 来我帮你一下 牛老师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像这种东西的话 最大能做成多大呀 目前的3D打印机 它可以两三米的打印机都有 但是如果是把它拆开的话 用建筑思维去实现的话 它也可以可能做到建筑景观那么十几米高也是可以的 明白 牛老师 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属相对吧 就生肖这个属相的字和姓名的字能不能做在一起 任何汉字都可以组合一起 它除了极个别的汉字不行的话 大部分汉字都可以组合 牛老师 您看一下搭的怎么样 可以 可以基本上快完成了 然后这个在这底下 这就快完成了 哇 完成了 哇 真棒 对吧 这好牛啊 我觉得我们这个是有共鸣 有共鸣吗 对对对 谢谢二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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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这个3D打印汉字的制作过程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段VCR 谢谢 真好 高手在民间 你有没有把这个 我们做的这个三维的这个文字 跟这个我们的教育和文化输出 做结合 目前呢做的一些 趋向于儿童教剧之类的 就是把一个汉字拆分组合 做成损某的 或者呢就是说 我们这个小孩学英文的时候 它正面一个英文字母 然后侧面就是一个汉字 它这样更容易记忆 然后这个也更利于汉字 它进行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传播 因为我做这个也时间也不长 它从零到一这个过程 都是一步一步在慢慢地摸索 前期这个投入比较大 试错成本比较高 现在的投入完全都是 咱们自己的钱在投入 你问一下 牛老师 现在您整个3D汉字打印 总投入是多少 在100万左右 100万 你现在成本覆盖了吗 成本覆盖不了 就是每个月的运营成本 就是通过这些 出售这些汉字可以覆盖 所以你看陈薇 在商业化的道路上 牛老师还真的需要 更有精神的 感谢观看 就是5分钟 女士 还有10分钟 准备 大约上 全部都标准在 老师 我从这些 都预想 是 可 我开始啊 三二一开始 蹲起 蹲起 猛若不蹲 好来 黑姐 住房的住 你 好 责任的人 人爱的人 倩影的倩 丹丽人传说的传 好了 蹲起吧 不是丹丽人传说的传吗 对 但你速度有点慢了 咱蹲起 来 丽宇 家人的家 借钱的借 优秀的优 好 我换一个相对难一点的吧 咱就用米字旁来吧 好 张亚福还从你开始 梁式的梁 粗 年性的年 迷 加一个走字笔 迷人的迷 糠 米糠的糠 蛋糕 糕子糕子 你是要做还是要说 蛋糕的糕 梁语松 种子的那个子 就是米子 帮加个子 那个子 太子的子 糟粕的糟粕 把粕粕 让给我呗 你说糟 我说粕 对吧 有吗 没有对个吧 谜语的谜 谜语的谜 好 大家玩的开不开心 开心 大家发现没有 牛老师其实要做3D打印汉字之前 他必须要对汉字有详细的了解 他要先把这个字拆开 大家再看吴圣 看看他那个圣 日成 林玉松的松 木工 接下来我们要玩这个游戏 咱就来拆字 牛老师 您愿意加入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吗 可以 可以吗 我们再选三位企业家 张亚福 庄十一 李院长 来 有请三位 我给你们选了一个 稍微有难度的字 美丽中国的美 记住 我不要偏旁不守 我要拆字 交替进行 如果对方说不出来 你们可以接着去说 好吧 倒计时 来 一起喊 三 二 一 开始 那个大 王 羊 羊 来等会交替进行 人 交替进行 三 二 士 士兵的士 一 工人的工 那个士 倒过来的士 说过了 说过了 端端 说过了 干不得干 二 说过啦 说过了 探 勾 工 工人的工 工也说过了 说过了 钻 天 好可以 十 快点 三 二 一 高阳的高去四点水 高阳的高去四点水 那字念啥 那叫字吗 仨敦起 好 好这一回我们从包子队开始啊 三二一停 主人的主 嗯 三 二 一 牛老师你也按照游戏规则做一个蹲起 哈 猜不下去了是吧 好吗 包子队有效的是 七个 牛男队有效汉兹是 六个字 但是包子队破坏了游戏规则 他们破坏了游戏规则是一局 他们说了两次 平局了还 来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四位选手 你们想不想知道 每个字能够拆出多少个汉字 小特别小 其实能够拆出二十个汉字 哇 我说一个 最简单 但是可能你们想不到 当然这个是我查过的哈 一个 一个 你们知道在汉字当中他念什么吗 滚 是姓氏 美能够拆出多少个汉字呢 来看我们的大屏幕 一二三 还有一个四 这是古字 真有这个字 人官大压阳 蓝宫王石土 主夫天滚 干 一个汉字 有这么多的汉字 共同来组成 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两支队伍的参赛选手 谢谢各位 接下来 再跑一回 哎 我们再请三位企业家 刘亚正 马浩然 陈薇 来 有请三位 我们来一个这个汉字吧 莫 啊 先从牛男队开始哈 嗯 三 二 一 开始 日月的日 耶 一 大 二 三 日 说过了 对说过了 不做一个整体 约 这个约 古 古代的古 有的 文化 人 白 白白色的白 十 陈薇再去说一个因为刚才他们对说了两个是 再说一个 说错了就没有机会了 好 哪个是日天的没没有好现在上面只有日那个天少了一横 做一个吧 来亚正 好 好接下来牛男队开始 口 蛋 圆带的蛋 可以 天 倒计时了啊 三 二 一 老板 说吧 好 草 好 他说的是草字头 哦 啊 它是个字啊 啊 更古的更 哇 马 早 早上的早 没有早 哦 不 没有 起 啊 啊 啊 好 接下来雅正队 来吧 做一个吧 做一个吧 行了 我觉得到这就差不多了吧 我们再说最后一个 你还有 还有一次吗 快快快 滚 刚才大卫老师刚才讲过的滚 那个一 标准答案里有 对 标准答案里面有 我们请教一下二位参判员 最后他们分别说说多少个汉字 雅正队有六个主张汉字 牛男队 牛男队有十个 哇 本轮比拼我们的获胜队伍是 牛男队 掌声送给他们 来吧 各位选手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莫字有多少个正确的汉字 一个莫能够 还是能够拆解出二十个汉字 第二轮我们拆解的这个字 和我们的节目名称有关系 注意到了吧 非你莫属的莫 牛老师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和我们的节目名称有关吗 非你莫属四个字 然后做成一个立体的 非你莫属四个字 真的 是的吗 哇 三地打印的汉字 拿上来 三位企业家 还有我们的牛老师手里 拿着的就是我们 非你莫属节目名称的 三地打印汉字 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汉字的这个旋转不同角度 会有意外的惊喜 听我的口令 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四个字的变化 三 二 一 我们下一个项目 将会是什么呢 一起来看 来看看 三 二 三 三 三 二 二 五 二 二 五 二 五 五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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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彰显出穿着者的 亮丽的身姿 它是双盘扣 没有用传统的 这个疙瘩盘扣 而是运用了 这个玉石扣 玉石扣 在你穿脱的时候 比较方便 而且它也增加了 这个旗袍的亮点 也增加了一定的贵气 对吧 对 看下来 这四身衣服 都适合在年节的时候 对 或者说加油喜事的时候 来穿着 都能体现出我们大家对于生活 对于未来的这种美好向往 那最后 您能不能说说您今天穿着的这件旗袍呢 我这件旗袍也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样子 因为我身材矮 所以选了一个短的一点款式 然后我没有搭配一个传统的盘扣 我是搭了这个穿出的流苏 流苏 对 这个流苏呢 也是增加了传统旗袍的时尚感 是您设计的吗 对对 是 台上刚才我们您介绍的这几款盘扣 都是由您亲自设计的吗 对 这个包括盘扣和刺绣 这些刺绣也都是您 也都是 咱这个刺绣呢是手推绣 介于这个电脑绣和手绣之间的这么一个技艺 像第三件旗袍 它身上的这些图案 是做周期大概多久 这个至少得需要四天的时间 但是我认为已经很快了 手绣的话 那最起码得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的时间 对对对 手推绣它就是比这个手绣要快很多 但是它的效果不比手绣的差 刚才我们在介绍您的这个身份的时候提到了 金派旗袍和海派旗袍 它有什么具体的区别和不同 金派旗袍呢 它融合了端庄大气和海派旗袍的时尚 更适合我们北方人穿着 它的版型方面和工艺方面 还有修花的文样方面 更适合我们北方的文化 也就是说海派旗袍 更追求时尚感一点 对对 可是我们的金派旗袍呢 应用的场景更广 更大气更端庄 也适合我们北方人的 对于旗袍的这种审美的要求 对对对 是很好 我们今天也终于了解到了 金派旗袍的这个特色 也同样感谢我们四位美丽的模特 谢谢你们今天能让我们的舞台大放异彩 让我们的舞台充满了中式的旗袍之美 谢谢各位 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认定张秀梅老师 为天津市和平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老美华手工盘扣制作记忆的证书 它是这个记忆的项目传承人 谢谢谢谢 舞台上现在给我们展示的 包括这几幅画 这都什么来的呀 这些画都是用盘扣的记忆做出来的 盘扣的衍生品 传统的梅兰竹菊 这是菊花 哦 这些花 还有它的这个枝叶 嗯 都是用盘扣 对 都是用布做出来的 我们邀请企业家台上来看一下 来 有请黑锦和这个潮汐 近距离地来欣赏一下吧 哦 它是立体的呀 对 可能在台下你们看起来像是 它画在纸上一样 是 但实际上到台上 你们会近距离观察发现 它全都是用布衣缝在上面 您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种盘扣画是怎么制作的 咱们这个盘扣一般都是用百分之百 桑残丝的面料 因为它的光泽度比较好 裁成一点八厘米的斜条 对折 咱把它做成这种条 哎 这个我觉得特别 用咱天津人讲话 根儿 手巧 做出来这个条 哎 还蛮硬的呢 对 这里面放了这个铜丝 哦 放了铜丝 它可以给它做出来这种 尖尖嚼嚼的味道 它就特别的那个灵动做出来 它更能好的塑形 比如说那个菊花哈 大家看 它有几个花瓣是向下 在下垂的 对吧 其实都是用铜丝 给它捏成这个造型 对 用铜丝给它捏成的这个造型 真厉害 没有想到一个扣子 竟然能做出话 是吧 有这种感受 对 出乎一下 很巧妙 而且非常的漂亮 你看 西哥 马上就感觉与众不同了 这个衣服的美感 就一下出来了 而且你会认为这是一个 中式美 点心之扣 有点那个胸针的感觉 没错 对 甲军这个补充的也特别好 所以我有个好奇 就是说 张老师在做这些的时候 是不是在古代的基础上 加了很多的您的创意 让这种美 回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对 像这一组盘扣 它是比较传统的 文样的盘扣 这个是 母服捧兽的寓衣 五个匾服 中间一个兽子 老年人的服装上 我们晚辈对长辈的 一个美好的祝愿 这个呢 是一个回字纹 这个是一个皮革盘扣 这个是一个葫芦盘扣 葫芦就是 葫芦的象征 对葫芦受洗 这一组呢 是一个比较 传统匿的 其实刚才贾军在提问的时候 我跟黑锦有一个发现 在舞台上啊 张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 后面你看有区别汁的 像蝴蝶形状的 这样一个装饰品 一个胸针 这也是胸针 对吧 你看 我们用中式盘扣剂 也可以制作一款胸针 它本身就是这种绸缎的设计 是 和西式的那种金属的 这种中西方的碰撞特别强力 我更喜欢这种 我觉得更符合中式的那种 含蓄之美 你看它处处都在充满着 美好的寓意 美好的祝福 没错 它可能它的命名啊 福禄受洗 刚才您提到的 美男竹屋局等等这些 都会看到了 其实骨子里中国人是热爱文化 然后把这文化 融合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的 很多的仪式里面 是的 所以呀 潮西先生 以后咱可以不用总穿西装 你也来一件中式的衣服 杭装 杭装 对吧 帅 帅有份 像这样的画 您制作周期大概是多久 都得两周以上的时间 那像这个呢 脸谱呢 这个别看它小 但是它是最难做的 像它的眼睛 鼻子 就是这个五官呀 都是一笔做出来的 一笔是什么意思 别管多么复杂的盘扣 它都是一笔画下来的 一笔画 从头到尾一笔 就比如说像这个 对 您得一笔画呢 一笔画下来 您平时怎么画 您带来今天就是以前画过的画册或者 带来了 这个都是一笔一的图 一笔一的图 一笔一的图 做出来的盘扣都是这么大 来 咱们对比一下 这个小上一的图 小上一的盘扣 就是这个 它是一笔一的图 一笔一的 然后这个画是您一笔就画下来的 一笔就画下来的 中间不能有段 它这是一根条做出来的 太夸张了 这一笔的话 从头到尾一根线 不可思议对不对 太不可思议了 这就是飞夷传承人的 精妙和绝伦之所在 我觉得的确是 的确为什么叫飞夷 掌声在哪里 这个好漂亮 像这一个 您看它这个 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固定的尺寸 您这上头写的都是数字 都是它的数字 有小箭头写数字 小箭头写的数字 2.1 1.7 这都什么意思啊 这是 做这一个部位的尺寸 画的时候 你就想到了这个地方是多少 对 这个要也是不断地实验 才能得出来 您稍等我请教一下 杨东升 这个在建筑设计当中 是不是他脑子里头 在画的时候 就已经有了比例尺的关系 您那个 做的时候 先定位吗 先定位 我还想 那几个点定好了 跟您的留下下来 对吧 对 它的精度很高的 它这个整个画呢 它要定几个点 它的走向 一定要经过这个点 要不然它是 比例是失调的 包括这些留白 它都是有它的意识创作在里面 非常高 非常高是吧 非常高 这就是几十年的记忆的沉淀 是的 确实很牛啊 我想请教您一下 这些是为小朋友设计的吗 对 这个是一个水果系列 还有咱不是破春节了吗 这是一个饺子的系列 一个卡通的饺子 非常独特的设计 盘扣这个记忆啊 用一句话代表 就是一切解渴盘 万物皆可盘 万物皆可盘 只要咱们见到的东西 都可以用盘扣的记忆盘出来 老一辈传下来的记忆啊 在传承的过程当中 可能不能与时俱进 但其实我觉得 在张姓梅老师这儿 她就功课了 不仅是要用记忆 还要用心 真厉害 谢谢 绝对的非一手艺人啊 您做盘扣多少年了 十八岁的时候 服装绩效毕业以后呢 正式进入了这个服装行业 最开始呢 我是做职业妆 就是西装呀 什么的这类的服装 在一三年的时候呢 我进入了老美华工作 嗯 最开始吧 我是做量体裁衣这一块的 无意中发现了师傅的这个 精美的盘扣 一看就喜欢上了他 当时呢 也收了有十几个人一起学吧 那一批人 对 由于我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啊 可能做出来的东西吧 更有灵气 更有自己的那个思想在里面 我很荣幸得到了师傅的真传 你们那一批人最后真正能够得到师傅 就我一个人 只有您一个人 确实 所以我也是非常感谢师傅的 传承传承吧 总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说了这么多 各位 我们是不是应该亲自的来体验一下 朱世超和静晓 来 有请二位到我们的舞台上 来做一个这个蝴蝶凶针 蝴蝶凶针 蝴蝶的凶针 好 小儿 您看这下面呢 我都标记了这个尺寸 这个会不会有点像折纸 只是折的不止 对 咱俩信有灵犀 就是它其实是通过铜丝 这种易塑形的一种工具 然后让它的图案更能够固定住 然后再用胶水 你看 粘到这下面了 咱们不妨问问杨东生 蝴蝴蝴画和折纸 哪个更难 我觉得蝴蝴难 为什么 难在哪呢 它的尺寸非常小 对 它是一条线走来 我实际上 是这着 你能够找开 伍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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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老美华来找我 您会愿意交给大家 没有问题 我愿意交给大家 我们也希望 有更多的年轻人 能够传承下这份记忆 让我们中国的 这个服饰之美 尤其是金派旗袍 手工盘扣的 这个记忆之美 传承下去 谢谢 谢谢您做客 非你莫属 谢谢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 非你莫属 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我是大卫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 谢谢 谢谢 荣美好 更未来天津卫视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工作高手 大家有没有想象过 你是某一领域的从业者 你希望自己做到这个行业的第一 想不想 潮汐想不想 当然想 关通想不想 想 库尔特想不想 我已经是第一了 你已经是第一了 对对对 失敬失敬 360行 行行出转远 各行当中的转远 你说要给他们凑到一块去 让他们比拼 你们觉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呢 还真有这么一项赛事 这项赛事呢 被称作是职业技能界的奥运会 它就是青年版的世界工匠比武大会 叫做世界技能大赛 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在世界技能大赛当中 来自咱们中国的选手 一直是奖牌榜上的佼佼者 今天我们的工作高手 就请来了两位参加过 世界技能大赛的选手 让我们掌声请出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银牌获得者 为国发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银牌获得者张鸿豪 欢迎二位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术学院 天津市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的 为国发 欢迎您 大家好 我是来自天津市电子信息技术学院 天津市仪表无线电工业学校的 选手张鸿豪 欢迎 欢迎二位啊 鸿豪你身上戴的就是这个 大赛的这个奖牌是吗 对 这是我们 我刚刚从日本的京都比赛回来 带回来的奖牌 热烈的掌声啊 你咬了吗 是纯吟的啊 不掉巧克力 不掉巧克力啊 那就好啊 二位 现在的身份是什么 我的工作的话 现在主要是学校老师 有平常的话 你多大 今年是24 24 是的 我今年22 同样也是咱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然后同时一边教学 一边比赛 张老师好 五位老师好 欢迎二位老师 先请教一下二位啊 什么叫信息网络布线 我们这个赛项啊 它主要指的是 我们要在一个完全没有网络的一个建筑物里 然后进行一个网络的引入 还有搭建 也要使其整个建筑物 能够正常的高效的使用一个网络 通俗来说 可以说是老网线的 那这个项目的比赛 它比的是什么呢 比赛内容呢 大概分为五个模块 然后模块一呢 我们模拟的是从一栋大楼到另一栋大楼之间的光纤的布线系统 模块二的内容 我们模拟的是从一栋楼的数据中心机房 布线到我们的每层楼的管理间 第三个模块 我们是模拟智能家居 路由器 摄像头 门铃 这些的调试和安装 然后模块四呢 我们考验的是选手的一个基本功 光纤的速度融结 然后模块五 考验的是对故障查找和排除的能力 太厉害了 这呢是张红豪在比赛的时候的一些照片 这是张红豪在线缆桥架上 正在对线缆啊进行一个整理 好帅啊 然后现在在做的话 就是模块三 一个智能家居的一个安装 这是模块四的竞速 就是在比赛 对 因为旁边的那三位都是参赛选手 对的对的 哇 那天呢是特别激动的一天 为了这场比赛我准备了很长时间 大概有五年多 五年多 五年来就基本只干这一件事情 就为了这一件事一直在努力 然后那天比赛完 终于是对自己有一个结果 对我们学校也是有一个结果 我相信对很多职业学子来说 职教学子来说 都是非常振奋人心的一件事 对吧 对 我想问问 韦老师 看到这一幕 你肯定最有感触 因为曾经你也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银牌获得 回想过往 当时是怎么走进这个专业的呢 刚开始 1314年读中专的时候 就对救援机类的 这个大类的专业感兴趣 永安曼就是喜欢像在这个大类里的 这个赛项 就是因为网络不限 然后就一直坚持而下来这样子 你是哪一年来天津的 听口音你不是北方 老家是广东珠海 我第一次来是要五年 但是我真正掉动在天津的话是20年 我现在是新的天津人 新天津人 来 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新天津人 那来到天津学这个职业教育 你这些年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首先是单位也好或上级部门 就是对我们这个领域或行业 更加的重视 特别是对我们这种新来的天津人 就是政策支持啊 资金支持啊 包括工作环境 有更多人来一起来天津 有把执教这个工作一直做好来 感受挺深的啊 我看你眼睛有点湿了 其实一个南方小伙子 背井离乡来到天津这座城市 然后从事着职业教育 我想你一定吃了很多的苦 其实大家有所不知 我们天津呢 是我们国家职业教育的重镇之一 比如说在天津有一所 非常知名的院校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这所学校在中国的执教界 绝对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而且我们天津在全国 率先建立起了中高本硕博的 这个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最高能够读到博士的学历 在今年的六月 我们天津呢 入选了全国执教改革成效 明显的名单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老师 请到我们的舞台上来 就是要让所有朋友 领略职业教育的风采 说了这么多 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二位 今天的工作高手 您们给我们要展示 什么样的技能呢 难道说现场给我们来布线吗 您还真猜对了 真猜对了 我们可以现场展示一下 我们真正的比赛中的 布线流程和操作过程 好 我们掌声欢迎 这银牌可以给我 这个我愿意拿着 这个我愿意拿着 我先带着 我这辈子也算是 拿过世界银牌的人了 然后现在张悟豪呢 首先是把这个 6A类级别的一个网线 也要模拟从我们的一层楼里 也要铺设到中央机房去 首先呢把线 附上这个桥架 抵达两端 我真觉得刚才老师的 这些细致的做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会去弄三下 我觉得他的手真的就是齿啊 对 又快又稳啊 对 现在选手呢 正在使用这个魔术贴 也要对这个线篮 进行一个整理 要尽量呢 要使他第一整结美观 第二呢 要有利于他的散热 现在呢 是对线篮组整理完之后 也要我们将他呢 跟线篮喬架 进行一个固定 大家注意看啊 现在张红豪 他在快速地减掉 多余的这个线扣的部分 是的 是的 由线就这样线了 换到了 非常整齐 我用舒服 治愈这个词 能够形容我此刻的心态 你真的有机会 可以把你的工作日常 拍下视频 短视频放到平台上 一定会让很多朋友 了解职业教育的同时 爱上你所做的这个 信息网络布线 真的太治愈了 好棒啊 而且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垃圾桶 我们的舞台上 干干净净 所有在布线当中 产生的废弃物 都在这里面 干净 快速 活好 掌声 今天真的是大开眼界 好 接下来 我们再请韦老师和张老师 带来下一个技能展示 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RJ45型的网络水晶头 它上面呢 是有八个铜片 我们将线缆剥开 按线去整理之后 要插进去13毫米 把线剥开 对 再插进去 对 而且要排到 规定的一个顺序 我的天 这个你们要做起来的话 你们做一个在多长时间 15秒内 多少 15秒内 15秒怎么可能呢 15秒的话 你连线都剥不开啊 15秒 对啊 15秒我还在找刀呢 它那个15秒是特别容易 就是在剥线的时候 就把里面的铜心就碰掉了 你怎么这么懂呢 我原来看过这个 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做的这种 帮别人接网线去铺鸡房 你人生的第一份工作 你就做的这个 对对 因为我们公司的那个银房 就是我铺的 太好了 我真的为中国这个领域感到骄傲 提早地离开了 没有耽误行业的发展 15秒一个 5根线 10个头 那就是150秒的时间之内 看看你能不能做出10个水晶头 好不好 好的 来 我们掌声有请张红豪 接受我们的挑战啊 我先试一下我们的工具 好 你试一下工具啊 我挺坏的 大家看这是什么 你竟然准备了秒表啊 我准备了秒表 我给他计时 五根线 十个水晶头 准备好了吗 好 计时 三 二 一 开始 你知道吗 看他干活那种流畅感 就让人呈现一种美的感觉 就那种技术的美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成功 我们先把热烈的掌声送给红豪 我觉得魔鬼在细节当中 成功也在细节当中 这一项比拼 还是要来看 他所做出的这些网线 是否畅通 先看第一组 成功 第二组 成功 大家注意啊 八个格 两边同时闪烁 这就算是这网线做成功了 对吧 好 我们看第三个 成功 第四组 成功 第五组 成功 扩老师 等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库尔特先生 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也尝试一下制作水晶头 不过库尔特你先别着急 如果你一个人上来体验 那丢的就是你一个人的面子 没有道理 所以我要请一个人 上来帮你分担一下这种 难堪的感觉 我们掌声送给徐国栋 来掌声有请 欢迎二位来到台上体验一下 制作这个水晶头 来 我们给他们俩点掌声 顺便咱们猜一下 无奖竞猜 认为谁先能做完且做的网线 能用 能做一个你就不错了 库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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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尔特起码有基础 对 库老师 他有基础 我来支持徐国栋 好 徐国栋 我来支持徐总 好 两票 小布呢 我也支持国栋 支持国栋 库尔特一看就已经老了 对 然后把绿色这两个分开 蓝色在前 白蓝在后 徐总关于这个线排队的问题 被纠结半天 然后白松在前面 松在最后 哎呀我的事 这疯的可到处都是 你看人库尔特 比你干净多了 这两个库尔特估计能吃饱饭 徐总估计得饿死 这是速度 没有 我质疑库老师的专业性 他说他曾经干过 我一点也没看出来 他曾经干过 我这还真不敢 库尔特 为什么不得不改行呢 因为这个 因为实在是干不下去了 干不下去了 那谢库尔特 你的手不要抖啊 我们看一下这头 如果一样的话 就是对的 可以 像这种水平 在你们队里 看饮水机够资格 应该不行 我们最慢的都 都挺快的 最慢的都挺快的 你这还很含蓄了 神捕刀 那我在这儿报个料 他在这儿就是 第一是默默地背 各种颜色 然后第二个是 等一会儿看我能 怎么超过那个冠军的数值 他在这儿说 我说你真行吗 看完人家15秒 他就呆了 通了 哎库尔特 人家坐的是三个头啊 人家徐国动还没停下来 再坐呢 你这坐了一个 你就要给我们展示是吗 他怕不通 白坐后面几个记错了 来我们看一下库尔特坐的 哎 哎 通了啊 通了 还真不错啊 不不见好就受 见好就受 我们先看看国动的第一根啊 这是有电模式对吧 得 这是插的问题吗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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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不行 不行是吧 完了你不行 哎第二个 决定你今天胜负 跟库尔特之间胜负来了啊 看看你的第二根 插上一头 再插一头 哎 哎 哎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啊 不错不错 赢了赢了 两位 先说说感受 感受特别不容易 就因为我们也是制造业嘛 制造业 这个有几块 一是研发要好 第二个呢 制造也好 那第三个就是这种 安装和服务 是的 所以我特别能体会 就是一个 就要想真正的 中国从制造 大国到制造强国 那这种 匠人的精神 特别是安装服务 和制造这块少不了 所以说给你点赞 特别不容易 我自己体会 我是有感触 我不瞒两位说 我的确看过 但是我就不知道 这个这个线 到底是干什么 其实我觉得真的 真的就是在每一块的细节中 15秒真的是不容易 非常非常不容易 把掌声送给我们 两位企业家 谢谢菊国栋 谢谢我们的 库尔特老师 谢谢 他们俩 体验水晶头的制作 告一段落 但是我们今天 二位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惊喜 还远远不止于此 今天在现场 会和我们一起来 玩一玩光鲜的制作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尾仙 它是比光鲜粗了很多倍的 我们真正要操作的 只有一百二十五微米 相当于 一两根头发丝的粗度 今天要不然接下来 给我们来一下 光鲜融结的展示好不好 行 来我们掌声欢迎 现在他将这个 室外的一个观览 然后固定在桌上 准备进一个融结 看起来很简单 很乏味的这个工作内容 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国家级的选手当中 真是赏心悦目 这个我可以摸一下吗 这个是我们真正的 非常细的 一百二十五微米的光鲜 好细啊 对 我觉得这个 平时我们都看不到 非常细 比头发细吗 差不多 比头发细 如果有硬物的话 一摁就摁断了 对 然后现在他将一个 光鲜的一个连接器 又放进一个 融结机的一端上 然后现在拿起一端的裸签 套进一热缩套管 热缩套管 是保护 连接的那个位置使用的 待会需要加热 它把外面蓝色的那个 像是油漆一样东西 就刮掉 刮掉 对 然后现在机器呢 就在将两端进行放电 然后融结 然后现在中间就融结完成 将热缩套管放进加热槽中 进行加热 使其缩小达到保护的效果 两根光鲜的颜色要对应 对吧 是的 我觉得今天这期工作高走 录得我好开心好爽 很治愈 而且看得非常赏心悦目 像这样的一期 我们学校的训练基地 是不是还有很多台 供大家日常训练只有 有很多 像融结机的话 我们加起来应该有20台 每年对应的这些 尤其是设备的投入 应该也不是一个小数字 不是小数字 因为我们日常的训练量比较大 所以我们消耗会比较多 所以因为有上级主管部门的一些支持 我们在软件硬件上更新 包括使用耗材方面 我们才可以 好好的完成这个工作任务 那据你了解 我们国家对目前的这个训练 和日常的这个环境 在全球的水平上来讲 应该排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一梯队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可视光故障定位器 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边接到了光纤 然后呢 红光会从这根出来 那这个显示的是断点 现在就在这里 对吗 证明这几根都是通路在这 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他们全部都是连接通的 从这边进光 一直兜圈兜圈兜圈 从最后从这里出来 来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张红豪 小伙子太棒了 今天我们的工作高手 还给大家请来了 一位重量级的嘉宾 他就是 信息网络布线项目 中国专家组的组长 卢琴教授 让我们掌声欢迎 欢迎您卢教授 欢迎您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非常荣幸 来到这个非你莫属的 这个节目里头 非常高兴 评价一下我们台上的这两位年轻人 刚才的展示还有挑战 怎么样觉得 刚才我在下面也看了 非常非常优秀 尤其刚才在桥架布线的时候 那个姿势每个动作 和比赛当中是一样的 非常非常规范 这个想问问二位 这是你们的授业恩师 那平时管你们狠吗 训练严吗 你答吧 你看 这没老是说 让张红豪说你答吧 那红豪先说 狠吗 吴教授呢对于我们管理是 比较严格的 对选手来说是最大的荣耀 对我们每个不同的选手 英才师教非常有耐心 就我们也非常 人一辈子非常 能感恩遇到这样的老师 严师出高途 对对对对对 其实想问问卢教授啊 您担任组长多少年啊 我们这个信息网络 布线项目是从2012年开始 到现在整整10年了 10年了 10个春秋了 那作为这10年的亲历者 您有什么最深的感受 感受非常多 从2012年开始 是筹备第一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 那个时候呢 刚刚开始没有什么经验 但是呢 就是揣摩着世界技能大赛 他这个比赛场景啊 设计了一套木头板的 这个比赛的墙体 其实那时候条件很简陋啊 现在已经鸟枪换炮了 当时是一个180平米的实训室 后来就扩建成了300平米的大车间 然后现在基本上有五六百平米 包括心理咨询室啊 体能训练啊 大师工作室啊 还有器材库 其实我觉得条件改善的背后 是我们国家综合经济实力 提升的一个缩影 对吧 现在作为天津市人设局 对于我们这个竞赛训练也好 人才培养也好 有非常完善的这些个体系 和一些个政策 从资金上头 从场地上头 从设备来源上头 那么现在目前有很大改变 因为现在啊 就是形势特别好 政策特别好 像韦国发 已经是副教授了 二十多岁 高级工程师 二十四岁的副教授 高级工程师 哎呦 真棒啊 张鸿豪按照天津市的政策 是完全可以直接申报 复高支撑 哇 这是最新政策 两位施敬啊 真不知道这两位小伙子 这么厉害 因为天津市 是在全国来讲 是职业教育走在最前面 没错 现在叫做国家的 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区 没错 未来的想法呢 就是